再看到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 28号进行丰田三村白年历史建筑 碧莲寺考察行程 而花莲县府民政处也对于碧莲寺的文资转型给予建议 希望管理委员会能够慎重考量 碧莲寺在历史定位上的重要性 是否要以文资保存的方式来推广在地信仰中心 也都会影响到后续的经营方向 以及模式 日治时期在台湾建造了许多神社建筑 而这些建筑在改朝换代之后 大多被拆毁或是改为寺庙 神社本体几乎是不存在 其中受风向的丰田三村信仰中心碧莲寺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寺庙中还供奉了许多在日治时期 所遗留下来的神像以及博犬、石灯笼等 为了让历史建筑可以发挥 他在当地的文化资产重要性 花林县议会民政小组28号上午就 邀请了花林县政府民政处进行考察 希望能够在座谈中与庙方管理委员会沟通 文资保存的未来做法与方向 希望来了解一下碧莲寺 也把这个算古迹 这个年限也很久了 所以希望看怎么来处理 我们是希望我们寿风箱的碧莲寺 那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渥 那从1915年至今 已经有108年的一个历史 那甚至比我们这个吉安乡的庆修院 时间更长更久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受到文化的古迹的一个认定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考察 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局方面 民政处这边能够协力 让我们这个碧莲寺能够认定 这个文化的一个古迹 间接也带动 像把这个庙宇 这个文化以及历史 让更多人能够晓得 庙方管理委员会也希望 借由这次的座谈过程中 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未来民政处是否能够将 相关的行政资源 协助将碧莲寺的历史资料 做更有系统性的整合 作为未来后续的行销之用 政府单位啊 我刚刚用电视这个文化文化的认识 啊 行不行这样 文化局部的部分啊 我们也常常到这边来 找寻一些文化的历史 那我们希望说 呃这里请我们的处长 美丽诺变成常态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经费都能 一直在注定在我们碧莲寺 不过我们碧莲寺 出席今天会议的有花莲县议会 民政小组成员 以及碧莲寺管理委员会的 李坚士 丰平村村长游书霞等人 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碧莲寺的外观 已变成中式的寺庙建筑 却保留了原有神色的博犬 石灯笼等遗跡 可说是非常宽容的宗教融合形态 县议会民政小组 以及县府民政处 庙方管理委员会 三方面都希望能够整合各方的资源 再次的创造 必延似在东部的能建度 与信仰中心 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记得临结双风箱采访报道